年关将至,经济不景气中有许多需要关心的族群 自从去年政府宣布开放明眼人从事按摩工作以来 许多视障按摩师都感受到明显的竞争冲击 嘉义有一对视障按摩师夫妻表示 现在的生意只有过去的四成左右 他们正在用政府补助的设备与专业努力换取顾客的信任 精准,力道适当的按摩,让人消除肌肉紧张 身心获得放松 正是经过辅导后的按摩院 政府协助视障按摩师补助设备,增加顾客上门意愿 帮人排除压力的按摩师却明显感受升级压力 根据伊甸基金会调查 超过77%的视障按摩师认为 开放明眼人从事按摩后 对于从事按摩工作的视障者而言 冲击很大 政府开放的眼睛有看的可以当中事按摩 我们以前生意的好处时 过去有几百人的环料 木杖开放到这里 春末三四十个人 为了要来浮度这些视障按摩的人 含这些有看的人有竞争力 所以我们开始有这个浮度这些视障按摩这个阶位 我们当然开始是请专家来给他整个经营的方法和方式 之后呢 政府为了要来眯补他们这个环境比较比较比较好 政府协助改善了硬体 窗明激进 粉红床巾铺在按摩床上 看起来温暖舒适 失去视力的陈家夫妇 运用熟练的按摩技巧 针对顾客的手部 腿部 背部 腰部 做出搓 揉 推 敲 各种对应的工作 市政府每年都有按摩的在此信念的课程 不断在我们困难 不断在我们提升技术的层出 这个姿势如果不正硬 他出了 还不正常出了 这些所谓人的人 就是这些大伙伴 第一个关键 应应都全都会瘫掉 竞争激烈又有职业伤害 工作虽苦 但陈先生说会用专业和设备 努力换取客人的信任 夫妇俩共同度过难关 新唐人亚特电视 张岳英苏五雄 台湾嘉义报导